今天所有事情 okes on our daily talk 今日在全線白福裡 有一個題目 我們一直在說全線白福 今天亦有報道 有個小書會出來 到了八月尾 也是神力恩典 我們到年初的計劃 moon 都没有想过去到这一刻 讲这个题目 为而受迫伯的人这么有体会 似乎结束了 但不是结束的 我们在十月份 会有连续四个星期 重温一次这八幅 再重温一次以第二个向导 设入耶稣基督的生命 并且在十月份里面 可能大家已经收到小组的邀请 我们希望每个牧养群体 有一个禁食马拉松 每个小组有三天 一起去禁食祷告 我们一起去灵修 我们一起有本书 去帮助大家更加明白 也都从耶稣生命的见证 帮助我们能够 持续圣经里面的教导 所以这个就是十月份 我们会开始有这样的运动 所以这八个福 我们之前讲了很多 今天去到最后一个 就是叫做最后一个 因为要重温 今天叫做 为受迫伯的人什么 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什么 可能如果上一个月讲 没有那么有心跳 上个星期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祖土会里面 大家已经很感动地 真的为了我们一些 在远方的家人去祷告 不如我们再读多一次 这段的经文 将他们转为我们 因为其实跟我跟你有关系的 好吗 一二三 为二受迫伯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我们的 Amen 信不信 信不信 不如我们再读多一次 因为真的不太容易消化这段经文 没有哪个喜欢困难艰难 但是原来这个是圣经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让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为二受迫伯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我们的 所以一开始 我也想用一些时间 我们为到 就是阿富汗去祷告 在上个星期 我都带领带领节目 去为阿富汗去祷告 这段时间收到不同的消息 我也在祈祷会介绍过 有两个资料的来源 一个稍后都会讲 我有一个视频放 就是一个机构 叫闯开的门 Open Doors 我都得到他们的允许 我可以用他们的材料去分享 请大家关注 第二个机构 叫FAI 或者叫CGM 大家在右下角 有他们的机构 网页 我都跟我们美国的母会 聊过电话 我们的牧师 都懂得有一些 在当地的宣教士 做一些工作 这个是早前 他教我们 如何去为当地的 特兴节目的祈祷 特别的 我要做一点解释 因为如果我们看到第一点 为到逃往山区的人民 安全去祷告 大家都知道 阿富汗的地图 平时都不知道 这一个星期 大家有没有认识多了 我想认识多了 在整个泊米尔高原 那里很高的地方 整个地方 这些颜色部分 是说不同的群族 最大的族群 我们叫普什图族 Postoons 42% 所以其实塔利班 塔利班 那些都是普什图族人 对不对 原来他有分什么TTK 在巴基斯坦 如果不像我说什么呢 上回教会的网站 或者YouTube 我曾经说了一些这些 我就不在那里累積了 不过请大家留心 现在我们看到有些 他很大部分的难民 就走到巴基斯坦 但是有些走到山区 就是往北边走 是吧 那请留意 虾肉色这些 去到北边是多点还是少点 去到这个部分 少点还是多点 少点的 就是说原来其实 他有很大部分的 其他是不同的民族 其中一个 37% 叫塔吉克 大家知道没有塔吉克吗 有没有听过塔吉斯坦 Tajit T-A-J-I-K Tajits 就是占37% 中国都有的 塔吉克族 大概五万人而已 就是唯一一个白皮肤 欧罗巴种那些 在中国的52个民族里面 原来它37%都占这个 还有那些乌斯比克 乌斯比克人 不同的那些 本身他们已经有很长时间的 种族矛盾了 原来整个阿富汗 在过去那么多年里面 大部分很民主的 他们都是部落统治的 所以中央政府无不权的 所以如果基督徒 或者就算不是基督徒 走去从 他本身是普什图族 走去那些塔吉斯 那些乌斯比克 中间 就算没有宗教问题 都有种族问题 听不听明白 所以更何况 现在又面对有塔利班 又面对有它本身的信仰矛盾 因此 就产生了很多情况 所以大家在土国里面 我很想帮助大家明白一点 可以吗 所以他们面对的可能是物资的问题 高山严寒 或者晚上很冷 有很多情况 再加上近来 不知道大家看新闻 有没有听到一个 这个叫呼罗山省 最近有没有听过 ISIS 这个叫Korazan 有没有听过 ISIS-K 有没有听过 之前ISIS 你们知道是ISIS吗 Islamic State 的什么 Iraq and Lavan 或者叫做 and El Shem 知道吗 El Shem 是说这个地方 S-H-A-M El Shem 或者整个地方叫 黎范特 Lavan Lavan 即是黎范特 地区 分月地带 现在这个呼罗山省 就是这里 这个地方 当时应该是在波斯王朝 耶稣时候的波斯王朝 有一个叫帕提雅 或者叫安息帝国 Prathean Emperor 还有后面的叫Sassan Emperor Sassan王朝 当时他就叫了这些地方 成为一个省 到后期 最出名的 帖木尔汉国 蒙古人就confirm了 蒙古人的帖木尔汉国 他们就用了这些名字 叫呼罗山省 直到后期 奥图曼帝国 Ottoman Emperor 一直圆容至今 所以因此 最近他们有些 其实你听这些所有名字 后面的信仰有某程度一致 只不过中间有些政治取向 有少许不同 所以给大家明白 如果你看新闻 听到很多一堆名字是什么 其实你要知道 它后面的信仰的取向 如果大家可以上网看多一点点 我曾经在8月20日的YouTube 或者我们的Facebook里面 我讲了一点点 请大家不如我们都用一些时间 都去到围堵我们 这些特兴姊妹祷告 那些妇女 孩子 特别我们围堵教会 那里有没有一万至到 一万五千人信徒 估计一下 在三千六百多万人口 只有一万多信徒 其实很难很难在那地方全福音 但我相信神的福音有大能 知道吗 因为我曾经都听过 Echo和我说过 很多年前去巴基斯坦 他告诉我 见到一些前塔利班的人 因为有个人要用石头砍死去 但因为有一个信徒 就是因为那种爱 因为那种信仰 建定连准备用石头砍死去 都被感召 最后委身接受了这个信仰 成为了一个牧师 我也听过 Echo和我分享这个见证 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现在真是一个水深火热的时间 但愿我们一起带着 祷告的心 去为我们远方的 亲人家人去祷告 是吗 等姐妹 你知道吗 这个祷告 是跟我们有关系 如果你读过我们末世看真一点 说着 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就是敌基督需要有一个平台 有一个他叫Allies 有一个他叫盟友 帮助他有一个平台 而现在整个整个改变 你看一下 一直西方的势力撤出 而造就了整个东方的力量 或者去帮助中东的力量发展 这个是引证着以西结书38章发生的事情 以西结书38章说着 《马国地的歌格》 The God of May God 就是《马国地的歌格》 他如何兴起这个敌基督的预表 而整个周遭整个形势的局势 是现在帮助这件事再走多一步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么欲紧 因为跟我们有关系 跟耶稣回来有关系 因此我们要认识这些事情 所以鼓励弟弟姐妹 流心这个局势变化 流心整个中东土耳其发生的事情 前期指那个阿塞拜疆的战争 刚刚两年前在利比亚所发生的事情 一直这些事件 跟我们说的末后的日子 相当有关系 现在发生的一个事情 是再走多一步了 所以好吗 弟弟姐妹 魔鬼就是这个时候想抢夺生命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要打劫地狱 你明白吗 是的 将人要抢回来 将教会要更加建作 我们为主作光作炎 所以好吗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不单止为到阿富汗 我们可能有些教会 有些家人 有些人逃难 你如果不知道怎样祈祷 圣经教我们可以用方言祷告 因为方言是说不出的叹息 可以用圣灵带我们祷告 我们用一两分钟 不如我想请雙牧师带领我们 为到水深火热的人民去祷告 为到教会去祷告 Hallelujah 圣弟我真是求祢 将祢的感受 祢的心意向我们显明 主 虽然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未去过阿富汗 或者很多中东的国家 我们未去过 但是主 祢今天提醒我们 是的 当中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 现在在水深火热当中 祢真是叫我们 要为那些受逼迫的来祷告 祢在这些震动的日子里面 虽然祢一早已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会有很多的战乱 很多的灾难 但是主 祢却说福兴要临到 主 我们都知道 现在 虽然阿富汗的骄徒好像很少 但是过去这几年的增长 是极大的增长 因为很多神迹其实在当中发生 主 现在这一刻 他们在逃难的当中 甚至 我们听到有些的报告 就说 很多那些妇女 甚至有些孩子 会被抢去 被逼成为塔里班的妻子 被强暴 很多这些事情正在发生 主 我们不知道 他们经历了多少的痛苦 甚至很多的人被杀 但是主 我们 求祢向祢呼求 求祢跟他们伸愿 求祢指着 你一切黑夹的权势 求祢保护你的子民 求祢真是听他们的讨告 叫他们在这些日子里面 仍然能够持守对你的信心 仍然能够知道神利与他们同在 亦都叫他们 在当中经历你的大能 以至到 在这些好像 真是大灾难的日子 主 我们经常说大灾难 他们正在经历大灾难的日子 叫他们真是能够看到 耶稣你的大能 甚至能够见到福兴临到 主 我们都知道 有些孙教师 有些弟兄姐妹 都坚持要留下 因为他们相信 阿富汗是你要得着的地方 仍然里面很多的问题 好像被这个恐怖的组织来统治 但是主 祢仍然坐着为王 祢仍然要在最黑暗的地方里面 来发光 所以主 求祢亲自来去保守 祢还要知道现在 Antonia 知他现在和一样 是在阿富汗 是在巴勒斯坦 是在敌利亚 是伊朗 甚至黎巴乱 很多的地方 甚至多非洲的国家 现在都正面对着很多的凶宝 但是主 求祢艰固你 的教会 求圣灵与 întin别人同在 很多的本来信穆斯林的 他们现在看到 真是好像真念墓 为什么会这么欺负 为什么会残杀自己人 以至到很多的穆斯林 现在都归向你 他们都知道 唯一的真理就是耶稣 因为你是有爱的神 他们认识的阿拉是无爱 但是你是有爱的神 你要救整个穆斯林世界 脱离一千多年的捆绑 现在就是大复兴的日子 所以主要让我们 真的能够用你的眼光去看 面前所发生的一世事成 多谢你保守我们的心 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面 继续颠定不业 继续倚靠圣灵的大能 继续按照神你的心意 去祷告和为你传扬福音 多谢主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命 阿们 大家请坐 阿里多亚 所以大家有机会一路 看新闻都观察多些 这些不同的地方的发展 中东 高加索地带 巴尔干半岛 有些事情的发生 跟我们的一路一路 圣经讲的预言 真的非常有关系 今天觉得圣灵的带领 一直由今年开始 直到今天 就是篇排了 为以受逼伯的人 是有福 这个也是耶稣说到 八福里面 第八个福 有人说 可能不是八个福 会不会是九福呢 为什么叫九福 还是八福呢 稍后我们看一看 但请留意 耶稣说 为以受逼伯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什么 天国 是他们的 天国 而这个意是说的什么呢 这个意是说的 耶稣他自己 意就是 以神的标准为 标准 所以神就是标准 但是这个世界 有很多人 讲着不同的意义 你知不知道 不要讲什么地方 比如说美国 这个地方 就算基督徒 都讲着不同的意义 其实最近 看了一个 documentary 大家有没有听过 三K党 KKK 有没有听过 KKK 我们第一堂 有个大兄 叫KK 他都是两个K 叫三K 三K党 三K党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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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uz Klan 三K党 Ku Kruz Klan 大家想听 是基督徒来的 听到三K党是好事 还是不好事 不好事 是不是很邪恶 但知不知道 它是一个基督徒组织 他们追求他们的意义 他们认为他们有公义 白言至上 那些奴隶 就是为上帝要除掉一些 不要存在的 他们都有他们认为的意义 都是基督徒来的 最近 去年时美国选举 其中有一班人 冲进国会 后面推动的组织 都是基督徒为主 他们都认为 要为上帝 要铲除撒旦教的势力 那个组织叫Q&On 他们都有他们的意义 你知道吗 其实信仰 究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有香港社会有不同 那么我们的意 是什么的意义 有些人的意义 有些是上帝的意 如果不服上帝的意 就会立人的意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 真正回到圣经里面 我们要服在神的意的里面 好吗 所以帮我个忙 看一看你旁边 我们要服在神的意下面 什么是神的意呢 分开圣经里面 一说就很清楚 告诉我们 这个意义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那什么 意者就是耶稣基督 而耶稣基督说 为意受逼迫 是为什么受逼迫 是为他自己 所以刚才我讲 第十节 刚刚这段圣经是第十节 第十一 十二节 耶稣继续说 很重要 我们一起到 预备 一 二 三 人若因我欲骂你们 逼迫你们 列造各样坏话 违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 上次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 逼迫他们 Amen 人若因我 耶稣说 因什么 因我 这个我就是谁 耶稣 因为耶稣 缘故欲骂你们 逼迫你们 列造各样坏话 违谤你们 你们就是怎么样 有福了 即使我们 如果捍卫福音 传阳耶稣 可能会受着 某程度的挑战 就正如我们 刚才分享到的 阿富汗的情况 或者稍后 我会给大家多一点 资料 原来这些都是 很大的挑战 所以今天有 弟兄姊妹 可能年轻人 在校园传福音 都可能会受到 敌党的 有些年轻人 或者出来工作 不要说年轻人 可能我们成年 在工作里面 我们面对一些公义 想做一些 合乎上帝 真理公义的事情 不用一些 比方门左道 或者踩钢线 灰灰色的地带 去行不同的事情 可能都会受到 某程度的 一些挑战 一些压力 弟兄姊妹 你预备好 为而受迫伯 没有呢 你愿不愿意 为而受迫伯 但耶稣这里说到 人可能骂你 迫害你们 涅造各样 什么 委托你们 什么叫委托 就是屈你 你们就怎么样 有福 这个是不是很狡猾 就是很撞击我们的思想 弟兄姊妹 你觉得很撞击的 就是人是疼你 就是有福 就是原来这些 所有面对艰难 面对困难 这个叫有福 但是今天我们 怎么面对这些事情呢 我想按着我们的肉体 或者人的本性 我们都不喜欢这些 是不是 因为我就是很骨头的了 就是又是潮州的鱼蛋 是不是 确实喜欢被人猜 又被人骂 就是我想不多的 我们的本性 我们都不想面对这些 我们都是想避开这些 但是圣经有很多很多地方 教导我们 我们都是原来在信仰里面 我们要有一个挑战 圣经用到受苦 为基督的名受欲骂 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 不要以恶报恶 以欲骂还欲 欲骂倒要祝福 因为你们为此什么 蒙照 蒙照 好叫你们受什么 承受福气 好吊诡的 蒙照有福气 但是蒙照怎么得到福气 要挨骂 挨打 拒绝 你明不明 在这个被拒绝 被欲骂 这是一个过程 是爽还是不爽 绝对不爽 但结果是好还是不好 又是好的 因为蒙福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有时我们很撞击的 会不会 很撞击的 人是想 我信了耶稣 回到教会 我婚姻有问题 我家庭有问题 生意有问题 很想上帝祝福我们 然后得着祝福 那就好 对不对 十个或者很多个 翻教会最初 或者对信仰有追求的人 都想得福气 同意吗 对啊 但是好像一路走 这个信仰的路里面 似乎又不是全部是这样的 有没有觉得 好像被人困了 但是原来耶稣 说的一种永恒 不是说眼前地上 没有祝福的 但是他要提醒我们 不要将眼目 只是放在短暂 这几十年里面 我们人生很短的 但是原来 这些挑战 这些困难 是于我们有益的 Amen 大家有没有看 电视节目 煮饭仔节目 唱歌仔节目 野外求生节目 有不同的节目 最后有个奖品 或者有个机会 给你 但是中间的环节 是否困难 困难的 有时搞哭人 连小朋友 煮食的那些 都弄哭了 有些 就是很惨的 但是每一次的难关 参赛者 有没有很软弱退缩 没有的 难不难先的过程 不简单 但是为什么 都有勇气 有力量呢 因为他看到 前面有个奖品 对不对 所以圣经一路一路 帮助我们 要将眼目 放在永恒里面 我们要看见 那个祝福在哪里 接着我们就知道 如何自传我们地上的日子 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地方教 他说逼迫你们的 要给他们祝福 不可以奏助他们 在一切迫不患乱中 要传什么 忍耐和信心 跟你一起讲 我们要传忍耐和信心 这个忍耐就是 面对环境的时候 我们熟灵的态度 而这个信心 就是我们带着 我们最后 都要信靠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在彼得前书说 你看外不人中 应当什么 品行端正 叫那些 委托你们的 要看见你们的 什么 好行为 变在 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什么叫监察的日子 耶稣回来的时候 原来耶稣回来的时候 会再审判 而我们在这些被人 委托 被人屈 被人欲望 在这个世界 敌党我们的时候 我们依然有好行为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传诚八福呢 有些人说 我传福音 有些人都说 别跟我说 有些亲戚朋友 觉得你信耶稣 我听见有个人跟我说 刚刚信耶稣 跟同事吃饭 你知道吗 一期完借饭 一蜜蛋 前面我一碟 芙蓉蛋饭 还有三支烟插在那里 真的 三支烟插在那里 期完借饭 就是他整卦基督徒 那些同事 卡卡笑 你怎么 你骂回去 他真的信仰 当然是考验 不知道大家没面对过这些事情 如果有的 感谢主 祝福你 将来会不会有些不同的面对 我们怎样回应 求神帮助我们 用好品行 用我们的行为以爱 用爱能击退很多的仇恨 用爱去融化对方 以无规的良心 在基督里面有好品行的人 叫那些人自觉羞愧 藉着我们的好品行 让那些真的 敌挡我们的人 能够羞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在彼得传书说 你们若因 犯罪受责打能忍耐 有什么可夸的呢 就是自己做错事 被人捱打 这些没得可夸的 但是如果我们行善受苦 在神眼里是可喜爱的 顶姐妹 你行善 愿不愿意面对这个挑战呢 可能有人未必欣赏 甚至在善行里面 在这个世代 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甚至被敌挡 但是耶稣是这样说的 他说他临离开世界 在最后晚餐 在让分六十七章 他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他跟这门徒说 因此世界又不喜欢我 接着跟这门徒说 如果你属于我 世界都不喜欢你 不过耶稣说 我不求天父将你们 拿离开世界 我只求天父保守你们 在邪恶中 不要跌倒 这个就是耶稣祈祷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信耶稣 那刻 无论一声就去了天堂 还在这里 原来上帝要我们 继续活出这种生命的见证 虽然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有意思叫做 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又活在这个世界 我能够带出一种 生命福音的见证 这个耶稣给我们知道 所以在1、12节 他很清晰地说到 人们要骂你们 迫害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很多时候都是从语言 有没有留意吗 被骂被屈 今天我们可能在社交平台 人怨礼我们 我们又想澄清 想表达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 很不平 但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耶稣教导我们 我们有一个更大更大 更遥远的看见 因为这些过程是必须的 在进入神的国 是经历艰难 纳志在基督里面 敬拳道日的 都要受到什么 迫白 因为魔鬼撒旦不想我们 有很多弟兄姊妹 曾经跟我跟我 曾经都说过 牧师牧师 我回教会 早上坐在角落 睡觉 风平浪静 没什么的 你们又鼓励出来 服侍了 生牧师又说 要鼓励几多百人 出来奉献 摆信生命 做到 服侍到老为止了 一不做 也要不做 一做 就样样不顺利 又有这个 不顺利 那样不顺利 就是 当些人跟我说 你知道我 就讲三个字 给他们知道 我常常说过 恭喜你 一,魔鬼开始害怕你了 睡觉的基督徒,魔鬼不会搞你的 当然啦,大佬也没有威胁的 他当然会动动的基督徒 所以那些什么action 那些有activation 有ex movement 那些什么都不用说 我不需要有一个先知告诉你 魔鬼一定准备动你 但不用怕,不用怕 拿着我们里面的比外面更大 一定是这样的 第二,上帝看得起你 为什么有一个恭喜呢? 第一,魔鬼开始害怕你,第二,上帝看得起你 为什么看得起你? 神看得起你才是试验你 大家想想,一个单车要试久一点 还是一个飞机要试久一点 在出厂之前? 当然是飞机啦,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有没有看Uncle Ben 我儿子叫Uncle Ben 我儿子做叔叔 Uncle Ben 两个人说 你能力越大 同样,我们的生命也是 上帝要托付更大的任务给我们 他要使努力我们 是否一个器皿可以成在祝福 神给能力,给恩典我们 这个人会不会骄傲? 这个人会不会煞嘱滚?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经历考验 求助帮助我们 生命很多不同的考验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十二章第二节,预备一、二、三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所以我们的信心有一个更远的盼望,体见永恒 所以可能在生命当中,不同人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的危难,不同的艾苦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教会服侍,1993年,94年,当时我还没结婚,人生第一次就跟巴牧师进去内地服侍 挺开心的,跟巴牧师,第一次 谁知道一进去,当时我们就送圣经给不同的地方,谁知道一去到那里,都没过了第一晚就出了一个情况,有百多个工作人员 知道什么叫工作人员吗?大家意味一下吧 一百多个工作人员,即是围着我们,又拿着手机,我小孩来说,未见过这些场面 就好像乘机里面,那些人又被见到比拉多,基拉希律 当时巴牧师就用英文跟我说,Samuel, you go, call Kathy 叫我走,我跟巴牧师说 I don't go, I don't go, I'm not leaving you, I'm not like Peter 因为在那个环境,我就用英文对答,在我的有限英文就跟他说 我说,给得走嘛,三次,不赢,我当然不走 可能因为我做对了这件事,他把女儿嫁给我 当时,那个环境坦白说,真的有点害怕,小孩来说 未遇见这个环境 事情过了一两天,那个氛围也不简单 所以想想,当时彼得,对不起,当时保罗,耶稣受审那种情况 但结束了整件事,当然了,巴牧师就被人扔出去离境 离境的时候,坐车,我就问,巴牧师,巴牧师,是怎样的 突然间,巴牧师不出声,接着就说了一句话 就好像那些老人家的小孩说话 哎,小孩,让我教你做人的道理,类似这种感觉 就跟我说,困难只不过是人生的调味品 哇,突然间无端端,整个小孩不说话 只说了一句话,哇,我们在这里消化一下 小孩,不太掌握 但是,那是真的,那是94年 接着我们参加了96年,大家知道香港回归 期间我们教会,当时有很多外国的宣教士 我们帮了很多宣教士 我们参加超过100个,在移民局里面 我们叫做sponsor,超过100个 但当时有很多预言,又说香港会塌 有很多情况,期间有很多机构又离开 但是,那些人问巴牧师 还有巴牧师说,老包,你死定了 你这么多年做了这些东西 你没有好日子过的,跟他这样说 期间有很多机构又离开 有些做开,跟女服侍那些又觉得 这些都是疑疑的 甚至有些先知语言 我最记得班牧师站起来,就扎臂那些先知 他说,我一定不走的 以前我们回到国内服侍都还要坐车 现在不用了,香港变国内,我车费都省了 他说,以前我进国内,几次都拉不到我 真的差点了,国内他觉得 为主,坐牢才是服侍主的荣耀 他说,每次都差点,现在不要紧了,香港挺好 所以,感谢神 我们看到当时有很多转变 大班牧师告诉我们 原来圣经怎么教我们呢? 是不是有困难我们就要逃避呢? 还是我们面对他,克服他 靠着整天恩典度过去 所以很感动 大家有没有见到我们中间 有些外国人面孔 其中有Rich Bonner 其中有Karen在我们当中 Karen,刚才我见到Karen 你给我们一些掌声大声一点,好吗? 他这么多年都在我们当中 当时我们一起去做福音的服侍 有很多人离开了 他们依然在 巴牧师、巴孙默在 我们都在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 这些困难 我们会不会回到圣经里面 明白圣经的教导呢? 可能在这段时间里 人生有很多的决定要做 但我们怎么回应这些时代呢? 圣经的教导会告诉我们 他们会知道 什么叫做为而受迫伯的人有福呢? 是因为耶稣的缘故 受迫伯的人 如果能够看到迫伯之后 所带出的祝福 会因而流露出一份满足的喜乐 明白? 所以我们听到 为什么不是所有阿富汗的人都全部都走了 我们真的听到很多见证 我们不走 我们会继续在这些地方 去传人福音 为什么会有人会这样的呢? 这么傻的呢? 有得走你都不走 我稍后会讲一些见证给大家知道 但因为原来真正的属灵的眼界 天国是他们的 不只是看眼前 这个图就是 我问一个机构 叫做《敞开的门》 The open doors 他们告诉我们 现在在这些地方 有颜色的地方 就是跟随耶稣不简单的地方 到处都有他的困难 有些很困难 有些不容易 有一条短片 帮助我们了解一下 在不同地方里面 现在的一些情况 2020年 受逼迫的基督徒 人数再次增加 现在全球有3亿4千多万基督徒正面临逼迫 这数字高于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 然而 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的困境 仍然大多是隐罗未现不为人知的 面对这种实况 敞开的门每年都会发布全球守望名单 标示全球对基督徒最危险的50个国家 在这些国家 当地的教会正在被摇汗 有分别来自于政府 社区 歧视 或简单的护士等行动 要根除基督教 政府当局 家庭和整个社区 都向基督徒施加压力 要迫使他们放弃和消失 今年首次出现 守望名单上只有两种受逼迫水平 就是甚高和极度高 新冠肺炎大流行 凸显的受逼迫的基督徒 真的是多么容易受攻击 像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野门和苏丹等国家 新冠肺炎已成为镇压加剧的催化剂 乡村的地区的基督徒 往往因为信仰而得不到帮助 他们一直无法获得食物和药物 在拉丁美洲 由组织的犯罪集团 利用因疫情实施的限制措施 来加强控制行动 基督教的领袖们受到威胁 袭击甚至杀害 墨西哥也因此重列全球守望名单 今年有新列入名单的国家 科姆罗 他剥夺了公民的宗教自由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墨山比克 近来一直成为伊斯兰武装组织的暴力目标 经过五年后 尼日利亚又回到了前十名之列 成为对基督徒最暴力的国家 伯克圣地等极端组织和好战的 富拉尼牧民持续攻击、绑架和虐待基督徒 尤其是对妇女和孩童而不会被惩罪 北韩连续第二十年名列绑守 随着对年轻人的灌输教育越来越严重 父母甚至不敢向自己的孩子 透露自己的信仰 一旦被发现 他们可能被送往老改营 或被杀害临同他们的家人 名单上还有许多其他国家 逼迫不断 但基督的光持续照耀 福音持续被宣扬 在压力越来越大的同时 世界各地的基督徒 不顾逼迫和每日的危险 持续与耶稣同行 是时候了 基督的教会该睁开眼睛 关注我们在世界各地受逼迫的 弟兄姐妹的需要了 是时候该睁开眼睛 看清逼迫的实况 大家可以上这个事工的网站 去看一下它不同的材料 刚才那条片有很多不同的语文 我找了一个中文字幕 去帮助大家明白 这个都是我们同行了很多年的事工 叫Open Doors 闯开的门 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 很有见证的工作 请大家都纪念他们做很多不简单的事情 刚才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一些不同的地方 中间提到莫山比克 大家不知有没有记得 我们有个同工叫做Heidi Baker 有没有听过 她在莫山比克里面 也是见证 告诉我们知道 刚才所说的事是真实的 有很多压力 很多武装组织 真是极端的 对当地的人民残暴 而两个星期前 当我们大家的焦点 放在阿富汗 大家知不知道 在埃塞俄比亚 基督徒比例 这么高的地方 有些武装组织 杀了271人 只是两个星期前 271人 他叫做OLA 或者OLF Oromo Liberation Fund 或者叫Front Oromo Liberation Army 中文不知什么 他杀了200多人 我们看到阿富汗的twin bomb 两个炸弹发生 我们都很心疼 很难过 他说200多人死 其实这个世界里面 有很多悲惨的事情发生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会在一个 有恩典有平安的地方 这个是恩典 但我们怎样 盛在这些恩典祝福呢 就是为自己 主 让我们福杯满日 Macarius 流露出来有需要的人 帮助他们 祈祷 纪念他们 关心他们的需要 所以这个就是 耶稣基督说的八福 请你有没有留意 当八福里面 我黑掉了 有两个蓝色的字句 有没有留意 有什么特别 两个蓝色的字句 是什么 一样 而一开始 他说八福的生命 是一个叫做虚心的人 或者叫灵女贫穷 Purrent Spirit 即是说一种 内在生命的躲空 以致这种人 有一个永恒的祝福 你不要紧 因为在神面前 似乎没有 其实是有 而这个又是一种永恒 所以 一开始八福 一开始就是说 内在生命里面 那种emptiness 那种完全的倒空 但到最后 在说 遗受逼迫 是外在的环境 都没有把持 已经被迫害 甚至被敌对 你们不用怕 真正的把持 真正的盼望 在永恒里面 哈利路亚 所以耶稣说的八福 由第一福到最后的福 里面到外面的生命 如果我们真是耶稣的门徒 不要只是执着生活上面的东西 不要只是经营生活 而忘记我们经营生命 哈利路亚 帮助我们 所以可能我们真是 会面对有压力的 但是不用怕的 是吗 我们靠着主 好吗 生命压力 有时对我们生命 即是有时环境的压力 我们走过的困难 可能对我们好 英文有句说话 A diamond is just a piece of struggle Doing well under pressure 有没有听过 即是 怎么说的 中文是 鑽石只不过是一粒碳 即是 在压力底下 做得好少少而已 大概是这样 即是 这个就是 我们生命里面 面对这些困难 我们怎么回应呢 即是 在刚才 为受逼拔的人有福 有时我们很多 选择人生 后面这个夫妇 是我在 Syria 在敘利亚 大家听过我们 黎巴嫩服侍 我们在敘利亚 都有些服侍 这对夫妇 她是在我们 敘利亚的同工 一家人 当时在 左上的这张照片 就是他们 当时去到黎巴嫩 看到中间这个哈维亚牧师 就是我们 美国总会的牧师 所以这些照片是自己拍的 不是在网上剧的 这个家庭是很特别的 一个弟兄叫Semi 的太太 叫阿华 在我这边 我就和她拍一张照片 Semi 本身是 即他们大家都是 Syrian 敘利亚人 不过Semi 在二十多年前 去了希腊 做生意 做门的生意 已经有外国护照 生活得不错 但是在2010年上 跟着姊妹 Alpha 她在YWAM受训练 但在2010年上帝 就带领他们 回去他们自己的国家服侍 就是敘利亚 大家都知道 这个地方 不容易 基督的信仰 当然 敘利亚还好的 他们都有基督徒 有不同的地方 不过2011年 即是变天 下星期朱春之后 发生了敘利亚的什么 内战 看到没有 阿萨德总统 开始和他们自己的内部的人 就对抗 所以后来 ISIS就在这里 承虚而入 有没有小印象 这些历史 十年火眼 他在2010年回去 接着传扬福音 为主作见证 但是呢 接着 去到2013年 他们就生了一对妈女 这两个可爱的小妹妹 他们在2013年出生 最右手边的姊妹 就是阿萨德的妈妈 这是两母女 2013年就生了一个妈女 当时战乱 在他们的地方里面 大家都很不容易 我当时去跟他们有些年轻人 有些炸弹在旁边 没有订阅 有很多情况 他们都和我们分享 中间很不简单 2013年 妈女出生 11年开始打仗 不停一问他 他拿着外国护照 拿着希腊护照 那些人问他 为什么你不走 你走不走 他们一直都不走 一直都不走 一直继续服侍 直到停火了 我们去的时候 刚刚停火了半年 停火了半年 他们开了一个儿童之家 帮了一些姑娘 我们教会也有些姊妹 有些弟兄姊妹去助养孩子 当时半年之后 已经有200个小朋友 在中心里面 所以我们去探的中心 叫做希望之家 很不简单 没有什么物资 没有什么资源 所以他们一直坚持 面对着迫迫 面对着困难 面对着外国的制裁 我去的时候 当时 在尼巴嫩 一美金兑一千多磅 现在好像是二万磅 我上网看过 甚至去到罪利下 更加痛苦更加惨 刚刚我两个星期前 三个星期前 胡康慧牧师 跟他们沟通完之后 发了一个讯息 让我们祈祷 现在一天只有五个小时 可能有电力 有时水 其他物资都很短缺 肉更加少些 只能够吃到一些蔬菜 跟他们聊天 特别跟Semi和Arthur 就问他们 康慧牧师就问了一句 你们有没有后悔 之前有机会不走 即他们之前有机会走 接着问他们 你有没有后悔不走 接着他说 两个答案 第一 没有 第二个都是没有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两个答案呢 因为第一 从来没有想过走 所以没有后悔过不走 从来没有想过要走 因为他说 神呼召我们 神呼召我们 面对环境 面对艰难 可能不同人都有些选择 可能今天有些人 即我们前面 可能有很多挑战 今天我觉得香港 我们还未遇到这些挑战 我早前遇见 有一个第二间教会 的同工服侍 他问我 先生 你都五十多了 过几年怎样 我说 如果教会 大家大家兴起的时候 会不会我搬回大陆 他说 不是吧 搬回大陆 我们拼命找方法 走的 你就捐回去 我说 不是吧 挺好 挺安全 至少比中东 即 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人有不同的决定 但我很想 我们前面的时候 如果因为拒怕 而去做决定 我们要小心 但如果我们因为敬畏 去做决定 就对了 听不明白 全部都是fear 但这个fear有两种 究竟我们是fear God 还是fear其他东西呢 还是因为怕而怕呢 但求主帮助我们 哈利路亚 我们要敬畏神 耶稣回来的时候 近了 哈利路亚 我们真的面对耶稣的时候 告诉他 耶稣你给我们的生命 你给我们的青春 你给我们的能力 你给我们的才能 我们摆对位 五千两 二千两 一千两 我们不是和人比较多 问题是我们自己和自己比较 我说 有没有把神给我的东西 我摆对位 弟兄姊妹 为而受迫伯的人有福 Semi和Alpha的见证 令我自己很感动 这里我不讲的了 施浸若翰这些见证 你们可以预备 大家可以上 遲些我们的灵修材料 我会讲出来 也都在我们的书仔里讲 大家可以回去看 但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些 讲这个圣经人物 我讲了其他不同的人物 但是这个时代 我觉得真的 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的时代 我们不要因为自己无知 不知道神的心意 以至我们错失了祝福 不要因为一些虚空的惧怕 而令到我们走离开了神的心意 哈利路亚 可能有挑战 可能有困难 但是感谢主 弟兄姊妹 真的感谢主 我有一次和阿森牧师有机会 去很多牧师的聚会 很多担心的 有些说到 香港是否现在不可以有聚会 要解散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在外面也听到很多不同的消息 有些说 接下来牧师也要宣誓 有很多事情 聊了很多问题 我又问一下 不知道各位教育同工 是否已经收过电话 请你去喝咖啡 还是有什么实际情况 各样的事情 其实大部分都没有 都是听说的 都是估计的 不如花这么多时间 在听说 在估计 不如我们用每一分每一分 要传承福音 假设真的是真的 那我们更加要拿着传福音 拼命每个星期出去派一张 叫亲戚朋友信耶稣 对不对 经常问一些问题 你只剩下三天命 你会做什么 类似这些事情 如果真的只剩下三天命 老虎是 在家里做什么 还没信耶稣 如果真的永恒是有价值的 赌铺大小 看看我们的信仰坚定流 对不对 最多傻了一生 十多二十年 对不对 但如果中了这十多二十年 就会永恒 你明白吗 真是多划算 不好意思 我们小时候都在屋邨 做打麻将 那些什么长大 我们真的对这个大小 很有研究 我觉得真的 投资永恒是一定对的 哈利路亚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究竟我们怎样 用我们的青春 用我们的时间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奉献 还要放在泥巴嫩 有些人问我们 你在泥巴嫩做这些 会不会倒水到咸水海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但我今天 今早凌晨五点多 我们收到我们的宣教示 告诉我们知道 当地有些人 在这么艰难的环境 信耶稣 有些人有见证 有个女人信耶稣 带了一些 我忘记了名字 带了一些亲戚朋友来到 说回见证里面 成为一个人信主 天堂都开派对了 哈利路亚 Amen 我们给个掌声 我们的神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教会 弟兄姐妹 我不能够讲到 别的教会 但我可以尽我的负责 我们自己的教会 会议教会 弟兄姐妹 我有责用告诉大家 不要怕只要信 Amen 耶稣告诉我们 为二受迫巴的人 是什么 有福了 为二受迫巴的人 是什么 有福了 为二受迫巴的人 是什么 有福了 如果我们为耶稣的缘故 真的有迫不离 不要怕 我们一起 我们不会走去 最多我都走去那些 越困难的地方 你可能看到我 刚才 你可能看到我 我不会走去 夏威夷 神夫照我 那些 当然 很想的 但是 我相信 这个是巴牧师 带给我们的榜样 他真的 他真的 没有什么养老金 在美国 他就是在这里 他说他死也要死在这里 是的 我们也是 我们没有的 我们在这里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教会 将来的日子 我们不知道如何 但我们相信 神给我们机会 我们尽一分一秒 尽一分一毫 做在主 要我们做的事情里面 Amen 我们一起起床 天国是我们的 我们做灵类贫穷的人 倒空我们的心灵 不要把持内在爱在野 我们就是把持福音 把持耶稣 Amen 今天我们一起努力 人会软弱的 可能我也会软弱 在环境的时候 我都想过 虽然问我 如果那些人好像那些 抓你老婆 抓你的女儿 你会怎么做 就是问我 我真的不知道 去到那些环境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但我看见很多见证 很感动 第二我们一起 立志去跟随神 好吗 一起去祷告 我很想大家 先把手按在自己的心里面 把你的手按在心里面 主要帮助我 叫我坚定 叫我不要惧怕 但我要敬畏神 叫我们不要惧怕 环境不要惧怕 将未发生的事情 但主要我们要敬畏神 我们人生 每做的决定 都是因为敬畏神而做的 年轻人 你选择你的婚姻 要敬畏神 你选择你的工作 要敬畏神 你选择你的学业 要敬畏神 甚至可能有些 因为居住的环境 要改动 没问题的 但你祷告清楚 要敬畏神 哈利路亚 救主带领我们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用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为自己的生命 去祷告 你要处下帮助我 要成为主以活 敬畏神的人 好像彼多说 我们是圆 为此蒙照 活出我们的好行为 活出我们的生命 见证 这个世代真的 越来越大的挑战 作为一个 坚持基督信仰 在不同的地方 有时候都不容易 似乎在香港越来越难 我们看中东 都很难 其实欧美都不简单 真的 空间越来越小 似乎黑暗的势力 魔鬼的力量 很想抢夺 它的霸展的空间 但祷告你兴起你的教会 兴起你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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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门口的世代兴起你的教会 要为主作光作业 我们相信末后的大复兴要来到 末后的大复兴要来到 主要使用我们一个 兴起一个X的Movement 我们整个教会 不单止台上的八个月 成为一个XMovement 有份的 我们都要全部的人 都要像彼得讲 今次的银子可能都没有 但我们奉拿撒勒 耶稣的名字 叫你起来行走 主要给我们有一种信心 给我们有一种力量 给我们有一种肛强 给我们有一种壮胆 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纳志 跟随神 纳志 去到活出神要给我们做的榜样 哈利路呀 反纳志在鼠里 既前渡人 前路已免不了 属于种种彼帮 是人属神的 不属世界 唯一可想 它是生命孤單 聖会我们要祈祷嘛 祷神讲我们的立志 哈利亚 我们要敬虔 我们要相信主 我再扣家你 你愿意会议呢 怕什么 神永远与我同在 应当信乃你 持我与信神 持暂的苦楚笑识 越荣光虑 求靠你 我决意致死众生 都会让我们一起举起收睹神讲 怕什么 人还凛 怕我怎样 应当阳光虑 持爱抚伤 持暂的苦楚笑识 越荣光虑 永远与你 求靠你 我决意致死众生 怕什么 神永远与我 我同在 同在 应当信乃你 持我与信神 持暂的苦楚笑识 越荣光虑 永远与你 求靠你 我决意致死众生 怕什么 人还凛 怕我 怎样 应当阳光虑 持爱抚伤 持暂的苦楚笑识 越荣光 永远与你 最后一分钟我们为教会祈祷 为教会要坚定 为教会要坚定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选择 但帮助我们教会 做一个 敬威神的选择 在末后的世道我们会应主 将我们的生命 将我们的青春摆在神里面 将我们的家庭奉献给神 将我们的孩子摆上去奉献给主 以至到在末后的日子 祝祂使用我们 成为一个拯救灵魂的军具 成为一个 真的能够有一个 就是轻轻一个 使道行传的运动 一个运动 看到一个 X的运动 在不仅在我们教会 不仅在香港 不仅在中国 在全世界的国际当中 成就一个福音 在一个 末后的日子里面的使命 祝祂轻轻我们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投靠祢 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哈利路亚 祝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教会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要投靠神 哈利路亚 求求你 我决以致死终生 祝我们要祷告 他什么 神永远与我共在 应当人来历 是爱与信誓 是暂的苦楚 少生怨 永恶 我们永久 永久 我们的奖赏是可能在将来一个更大迫霸患难来到的时候 我自己能不能够站立得住 我都不敢肯定 但我现在可以做的就是 在我现在身处的环境 我自己的状况里面 去为主做个决定 就在我的家 在我的公司 在我和人相处 在我所在的环境里面 总是将到神放在首位里面 今天会不会有些事情 是很少的事 已经能够令到我们离开了主 或者不再回教会呢 我们今天可以做的就是 首先在这些地方里面 为神的忠心 为神的摆上 所以我们最后做到一个祷告 你说 神我愿意是将到 我是成为一个以你为首的生命 凡事以你为首 帮助我坚定在你里面 我每一个的决定 都要连在基督里面 你开心为到自己的祷告 好 祝你们 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可以一笔练在你里面 坚定在你里面 我们每一个选择 都是全然属于您 好 谢谢你 poblada 祝父 祝典 主帮助我们 TVs 所有的 selbst 主帮助 Hollywood 祖神来带领着我们 帮助我们 经过我们的信心 生命青山的狂风 希望我们的信心 亲爱耶稣我们谢谢你 祝我们谢谢你 今天透过这篇信息 再一次去鼓励我们每一个 我们很想在你里面 成为一个坚定的生命 当幻男逼百利药的时候 我们不自动摇 我们自死忠心的主 你帮助我们 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 每一个决定里面 都总是连在你里面 以基督你为首 祝我们都是同心去围盗 现在正是面临着 迫白的基督徒去祷告 或者是一个 分乱的局势里面的 每一个的人民去祷告 祝我愿意你释放你的平安 释放你的一个保护在当中 让他们能够在当中 竟是神你一个大能的拯救 神我们同时都可以祷告 纵然在幕后的日子里面 是真是 可能仇敌的工作越来越大 但是同时祷告 神我们的工作 是比仇敌的工作更加大 神我们是你的福音 所照顾的地方 就能够拯救人的生命 神我们的荣光 就会照耀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而神我们所使用的器皿 就是我们每一个 今天我们就被你所猜传的器皿 为到这个世代 将到神我们的福 将到神我们的福音 带给每一个 所以主使用我们每一个 使用我们每一个 成为燕 成为光 多谢你耶稣 多谢你 听我们每一个的祷告 去奉我们救主耶稣 基督得胜的名字以求 阿们 感谢主 今天绝会来到这里 祝福弟兄姊妹 耶稣爱你们每一个 都会让我们来的灯 祝福弟兄姊妹 谢谢观看